奉取的聖明在這邊說話 感謝神是個我們在座所有人 大家有這樣的機會一起在祂的面前敬拜祂 我深深地相信能夠在神的面前一起聚集敬拜祂 這是一種恩典 因為我們能夠一起在這裡聽祂的話語 我們都知道凡是信的人就有效果 我們都知道祂的話能夠改變我們的生活 改變我們的生命 改變我們的行為 改變我們的想法 因此能夠在這邊一起敬拜神來聽祂的話語 讓我們的生命再度更新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來分享一段經節是大家受熟悉的 也就是在前的要在後 在後的要在前 我們都知道這句話呢 是主耶穌基督所講的 而且在許多地方都說過這句話 我們當然可以在福音書裡面常看到 我們請大家一起翻開 馬太福音第十九章 我們看到最後一節 也就是第三十節 馬太福音第十九章 第三十節 然而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 在後的將要在前 我們看主耶穌基督到底想要在這裡說什麼 如果我們從這一章的第十六節一直看到最後一節的話 我們都知道主耶穌在整段的經節裡面 不是講到地位或階級 比如說我今天是神的仆人 我很積極的參與教會的一些工作 也許在大家眼裡面 對教會而言 我好像在前線的工人一樣 十五年之後 也許我已經到達退休的年紀 也許在那個時候 我決定呢 比較少參與教會的一些前線的活動 因此在我手中的工作 就能夠交接給下一代的青年 那麼今天呢 大家會看到說 我在教會裡面擔任很多支援的工作 那麼好像我已經是最後的啦 在這裡不是說主耶穌講的這個道理 主耶穌在這邊講的整篇的道理 最主要是關心到我們每一個人得救的道理 我們從十六節開始看起 在這邊說到了一個年輕的官來見耶穌啦 這邊我們看到這個年輕人跟耶穌的對談當中 似乎這個人很關心自己未來得救與否啊 那麼從他的言語當中 他也非常的表現出 他完全瞭解這位神 同樣時間 他也是遵守神誡命的一個信徒 因為呢 當主耶穌問他啦 為什麼你叫我是善的呢 這邊說到 除了神以外 沒有一個是良善的 主耶穌說了 這邊說到 你若要進入永生 就是要當遵守誡命 從他的回答當中 似乎他已經遵守了神許多的誡命 包括了十戒 他已經遵守得非常完整 所以主耶穌跟他說 我們看二十一節 同樣這章十九章的第二十一節 耶穌說 你若願意做完全人 可去辨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 就必有財寶在天上 你還要來跟從我啊 從馬太福音這樣看起來呢 主耶穌好像為難這個年輕人 我們在座的所有人 所有的人怎麼能夠辨賣自己所有的一切 去跟隨耶穌呢 換句話 主耶穌告訴這個人 該做的事情 這個年輕人很難做到啊 這邊我們一看 一眼可以看得到說 這個人必須要辨賣所有的 然後來跟耶穌 是不是真的就像主耶穌所說的這個表面的字意呢 在我們找到這個答案之前 我們繼續看到二十三節 耶穌對他的門徒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財主進天國是難的 在這邊 主耶穌用了非常簡單的字眼 去告訴門徒他的意思 更加緊的來形容說 駱駛穿過真的眼啊 比財主進天國更容易啊 我們都知道在古時候 當城門關了以後 那些要晚上進城的人 必須要從城的邊門進去 所以這個邊門呢 城牆而言 就好像睜眼一樣 我們可以想像說 當一個駱駛拖著所有的貨物的時候 如果最主要的進城的大門已經關閉了 當然就很難讓 再重的駱駱呢 進入這個城 因為他駱駛上面背得很重 那麼駱駛就要壓低自己的腳呢 為了要進去這個小門裡 那麼這麼重的東西在背上呢 駱駛很容易折斷他的腿的啊 所以主耶穌用這樣來說明說 財主要進天國就好像駱駛穿真眼是一樣的 主耶穌再次強調 在人是不能的 在神 凡事都能的 所以在看二十七節的時候 我們看到彼得怎麼樣回答 彼得就對他說 看啊 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啦 將來我們要得什麼呢 如果我們再看看主耶穌基督的回復 凡事撇下所有的來跟從祂的人呢 那麼就算在現今都要得百倍啊 換句話 神要祝福那些為了祂撇下所有一切的人跟隨祂的人 所以在未來這個人將要進入那永生啊 所以我們看到神是個公平的神 我們再回到剛才的問題 主耶穌告訴這個少年人說 你要變賣一切 再下來你要來跟隨主耶穌基督 換句話 這是一個非常強烈的要求 為什麼主耶穌要跟少年人這麼說呢 我們請看到馬克福音的第十章 請翻到馬克福音的第十章 從十七節以下都記錄同樣剛才那樣的對話 但是其中有一些對話呢 在馬太福音卻沒有看到的 我們請大家一起看二十一節 馬克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一節 這邊出頭到耶穌看著祂就愛祂對祂說 你還缺少一樣喔 去便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 就必有財寶在天上 你還要來跟從我啊 這邊說到了這個馬克福音的作者這麼說了 在主耶穌告訴這個少年人 便賣所有一切的之前 在馬克的這個作家裡面可以看到說 主耶穌真的說這句話是因為愛祂 不是要給祂難題啊 這邊說到說主耶穌跟祂講這句話是因為愛這個少年人 我們怎麼看說主耶穌愛祂呢 我們再看回馬太福音 我們看回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 馬太福音第十九章 我們看看這個少年人對主耶穌所講的這段話之後的一個反應 我們再看二十二節 十九章的第二十二節 那少年聽見這話就悠悠愁愁的走了 因為祂的產業很多啊 換句話呢 祂無法來 照主耶穌所說的來做 聖經告訴我們說祂悠愁愁愁的走了 為什麼祂這麼憂愁的離開了呢 因為祂的產業很多啊 從剛開始一看的時候確實祂是真的很遵守神的命令的人 從表面上看來祂真的是乾照神的道理在手 但是我們知道耶穌就是神 祂看清楚人的心 祂知道人的心在想什麼 那麼耶穌要幫助這個少年人 所以在馬可福音 我們看到剛才說獨到的耶穌因為愛了祂所以跟祂說這段話 除了要求祂變賣所有的一切 我們可以看耶穌已經看到的到最後這個年輕人進不了永生的 因為祂看自己的產業重過於看神 換句話呢 這樣的一個問題就藏在那少年人的心底 但是主耶穌卻能夠看到這個少年人心底真正的問題在哪裡 所以主耶穌因為愛祂要幫祂 要幫祂解決他心裡最難的那個問題 我們看到這個少年人拒絕耶穌的幫助 因此他悠悠醜醜的走了 換句話也就表現出他真的看產業比耶穌還重啊 有時候我們看看自己 從表面上看起來我們是一個遵守道理的基督徒 因為我們在教會裡面常常幫著教會許多的聖功 我們來教會禱告來教會奉獻來遵守安息聖日 看起來我們表面上真的是一個好的基督徒 但是有時候在我們的心中的抵觸是有缺陷的 如果這些缺陷沒有被剷除的話 那麼將我們付出的代價會失去永生的 所以主耶穌在這裡下了一個結論 而且把這個結論告訴給當在場的門徒 所以他這邊說到說在前的要在後 在後的要在前啦 我們看到年輕人 這個少年人信主 他跟隨他遵守神的命令 他把他放在那外表看起來真的是在眾人的前面 因為他確實對這個永生有盼望的 但是當主耶穌顯露出他的弱點的時候 他才清楚認知說他離永生還太遠的呢 因此他就走了 今天我們來到神的家神的教會 我們已經因為恩典得到永生啦 所以在神的眼裡面我們是在前面的 所以我們要能夠很確認的這個前面的位置我們一直要保持著 我們絕對不可以因為任何的原因反而在前面變在後面的救永生而言 所以我們在看到路加福音的話 路加福音當中談到許多的有錢人富有的人 其中一個所謂的富有的人就是這位少年人 我們來看到路加福音18章 路加福音第18章第18節開始一直到30節就談到了這個有錢的人 少年人 來到了第19章我們又看到另外一個富人 那這邊看到了說 這個叫做撒該 那在這兩章當中我要跟大家比較一下這兩個人物 當你看到這個少年人的時候 當你看到這個少年人的時候 事實上他也許在信仰裡面生的 那麼他在那樣的生活裡面生出來以後呢 他從小被教育說一定要信神,一定要靠神 那麼他好像他可能已經讀了聖經讀了好多次了 當我們來到了第19章看到這個撒該 撒該也許是個年紀大的人 這邊說到他是個稅吏長 而且說這個不但是稅吏的官員,而且是稅吏長 既然來到了稅吏長在政府的官員裡面,他似乎一定要到相當大的年紀才能夠到那樣的地位嘛 但是我們看到他信主之後 那麼他完全改變成另外一個人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改變是在他的想法當中,態度當中改變的 我們請看第19章 我們從8節開始 19章第8節 撒該站著對主說,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我若讀詐了誰,就還他四倍 我們都知道在聖經當中,當形容到稅吏的時候,這等於是社會的邊緣人一樣 換句話,他被這個社會所排斥,因為呢,社會看他們就好像小偷一樣,專門拿錢的 而且在社會人的眼中呢,他們好像是很貪心的人 事實上他們也真的是這樣 所以換句話,對一個稅利來講呢,錢是最重要的 因為呢,他們就是要貪財而富有啊 但是在撒該信主之後 我們看到他信主之後,他不但對外宣稱跟眾人宣稱,也像主這樣來宣稱 他來宣告讓大家能夠看得清楚 而且對他自己也是一個宣言 換句話,在他信主之後,他不再把錢看為最重的 換句話,錢已經不在他心中的神了 我們再看八節一次 我有時候這樣自己想啦 如果他把他的一半給了窮人 而且說到,如果他騙了誰就能夠陪他四倍的話 那麼,這樣的結果呢,他一定到時候分文都沒有啦 在這節告訴我們什麼? 是的,錢對他來講就好像以前的神一樣 但是在他信主之後 他今天尊主偉大已經超過任何事情 所以可以看到說他以前在眾人的眼中,在主的面前他是最後的 現在他在主的面前是在前面的 原因就是因為他已經得到這個救恩,而且重視這個救恩 所以相反,相對的,我們看看剛才十八章講的那個少年人 是的,他在一開始也許他就在人的前面 但是在他的心裡面卻有很大的一個缺陷 如果這樣的缺點不解決的話 那麼在神的永生前面,他就會是最後的 換句話也就是他要失去這個永生啦 今天我們看看自己 每一個人都帶有自己的軟弱跟缺陷 不論我們自己喜不喜歡,因為我們就是人 不論我們自己喜不喜歡,因為我們就是人 所以說人會犯錯 但是我們要懂得去修正,糾正自己 所以當我們反省自己的時候 當我們看到自己軟弱的地方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就這麼忽略他 我們不可以說因為我是人嘛,所以就有軟弱囉 這個是不對的觀念 也許在我們心中的抵觸,就有這麼一點點不潔淨的元素 換句話,如果我們不把它解禁的話 換句話,我們已經落在那失去永生的危險當中 所以當誘惑來到的時候 換句話,也就是說我們為什麼說自己要很警醒啊 我們不可以說自己的軟弱 我們不可以抵抗這樣的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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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我們看到自己的生活 我常常告訴自己 我也常常這樣子來勉勵弟兄姊妹 所以我們常常要很重視教會所安排的服飾 聚會 換句話,凡是教會有聚會的時候 大家都要盡力來參加 換句話,當我們不再重視不再感興趣教會聚會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那熱心的程度就繼續的降低了 如果我們對神熱心的程度持續降低 那麼相對的我們對神的認識就會越來越少 如果那樣的情況在我們的生命裡面發生了 比如說我們開始忙碌了 我們因為生活一忙,我們就完全不願意來教會了 所以我們可以想見說 如果我們不再來教會敬拜神的話 那麼我們屬靈的生命將漸漸枯萎啦 那麼到最後我們就沒有那屬靈的生命在我們裡面啦 換句話,如果不感興趣,對安息完全不開始不感興趣的話 這就是一個弱點的開始 換句話,我們要懂得去糾正它 我們求神來幫助我們 也許我們在很多事情看起來這小小的也許沒關係啦 如果不小心的話,這一旦長成了會置我們於死地的 所以換句話,對自己的靈命要非常的警醒啦 另外一個例子 我們都知道聖經一直教導我們要原諒,要寬恕別人 不曉得這裡的教會怎麼樣子 那麼我在照顧的教會那裡呢 我們都知道有些教會呢 中間都有一些某些的問題存在 那麼我們都知道有時候可以看得到 這樣的問題呢都是因為弟兄姐妹當中呢 沒有辦法做到寬恕的心 那不能夠寬恕別人總是有理由 但是聖經怎麼說 聖經告訴我們說要能夠完完全全的饒恕 不帶理由不帶條件的饒恕 換句話,我們饒恕別人必須是完全無條件式的 有時候我們看到這一節,我們會覺得說,開玩笑,這個太難了 我怎麼能做得到,你看那個弟兄對我這麼壞 而且他常常得罪我喔 而且他在我背後說壞話喔 這樣的人我怎麼能夠饒恕 但是如果我們不努力朝這個方向去 那麼這樣饒恕的心做不出來的時候我們會離神開始越來越遠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當我們來到教會 如果我們跟弟兄姐妹有所過節的話 那麼來到教會大家會覺得說這是一種負擔啊 原因就是因為我不想見到這個人啊 有時候我們來到 有時候我們來到教會的時候,坐下之前會看看誰有沒有在我的旁邊,因為不想看到這樣的人嘛 你會覺得說,這樣是一個重擔啊 我們都知道來到教會應該是最喜樂才對啊 所以我們如果能夠懂得寬恕人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來到教會真的是喜樂啊 換句話,來到教會真的能夠得到真正的喜樂 如果來到教會卻變成我的負擔 換句話呢,在我的心裡面已經有狀況了 換句話,對這樣的問題,對這樣的狀況,我們要從心裡面把它修正過來 有時候我們去弟兄姐妹家,很久沒來教會的弟兄姐妹家 在看過的這些例子當中呢,最普遍的就是呢,大家互相的誤會 我們看到,人跟人之間的誤會事實上是會傷人的 是的,我們已經真的得到了主所示的恩典的永生 但是如果我們不懂得去饒恕別人 那麼我們就會從前面掉到後面啦 那麼我們在座的很多人其實都有發生過這樣的情況 換句話,在我們的生命當中我們要懂得修正自己的缺點 那麼再一點跟大家來分享的啊 我們都知道教會帶有真理啊,非常重要的 我們因為真理而得救啊 有時候我到一些開拓區啊 那麼我們將自己的,我們將教會的基本信仰傳給那邊的人 我們看到有些人來到真意書教會 那麼他們真正相信的就是因為真意書教會所傳的道理是真的,正確的 所以因為這樣的信心,他們跪下禱告就得到聖靈 所以教會的真理是非常的寶貴 換句話,我們都要真的能夠尊敬這樣的真理啊 我們必須要能夠確認而且認識自己信的是什麼 我們絕對不可以太草率啊 我總是相信在教會裡面只有一個信仰 這也就是保羅在聖經裡面告訴我們的 也就是一信啊 在早期的時代的教會只有一信啊 那麼在真意書教會裡呢 也就是只有一套基本信仰 那麼這個我們一定要牢牢記在心裡 如果我們只是很草率很輕視地信他而已 那麼這一套信仰呢,也許只是人造的而已 因為其他的基督教派都有他們一套的信仰嘛 為什麼我要對真意書教會所傳的基本信仰真道這麼的重視呢 我請大家看一節聖經 我們請看哥林多前書第15章 我們從第一節看起 哥林多前書第15章 第一節 弟兄們,我如今把先前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告訴你們知道 這福音你們也領受了,也靠著站立得住啊 第二節 並且你們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傳給你們的 就必因這福音得救啊 這邊保羅跟哥林多教會的弟兄姐妹這樣說 這邊說到說他們已經領受了福音 既然領受了就要在能夠主的面前站立得住啊 這邊說到說也因為這個福音你們要得救啊 那麼也就是說要能夠持守我所傳給你們的這福音啊 是的,他們已經得到福音了 那麼他們也因為恩典得到永生了 換句話,在神的面前似乎他們就是在前面啦 保羅就說了 保羅告訴他們要持守到最後啊 那麼你要堅信到底啊 換句話呢,要不然的話這個福音對你來說就白費、枉費了 那麼你如果離棄了這個真道,換句話也就離開了永生啊 這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喔 我總是我一直都相信這一點 今天我們領受了聖靈 換句話也為我們所領受到的這個教會的真理做見證 有時候我們到非洲喔,問在那邊的工人 問他說你為什麼來到真意書教會 那麼在真意書教會工作,你是沒錢的,沒有錢的 那麼在你過去那個教會呢,你是有錢賺的 那麼什麼理由讓你來到真意書教會呢 他們會這樣回答喔 因為真理 因為在真意書教會,我得到聖靈 換句話,我絕對相信這得到的聖靈,我絕對相信所傳的真道 今天我們都領受了那寶貴聖靈 因此我們可以很確認的知道這個教會所傳的真理是正確的 我們都知道這真理,就是真理的聖靈,這個聖靈就是真理 換句話,如果我們持守住這個真道 當一些擾亂紛爭來的時候 我們不會因為這樣的欺騙而被帶走了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非常重視這真理 換句話,我們很重視我們所持守之道啊 換句話說,從心裡面真的看重這個信仰,這個福音的話 換句話,能夠很珍惜這樣的真理 我們會看到神真的帶領這群人 神會帶領這樣堅信道理的人通過那不明不白或是彎曲背靡的世代 原因是因為神愛這樣愛道理的人 所以換句話,大家都能夠產生對真理愛的心 我們跟大家一起再讀一段經節 我們請看《鐵撒諾尼迪家》後書 第二章 《鐵撒諾尼迪家》後書的第二章 第二章的第十節 《鐵撒諾尼迪家》後書第二章第十節 並在那沉淪的人身上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因為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心,使他們得救 這裡告訴我們說,那愛真理的心啊 換句話,這些人沒有這樣的心啊 所以結論也就是神真的把他們放棄啦 所以讓那個不義的詭詐,就沉淪在他們身上 換句話,他們就信從了那個不義的詭詐,已經不愛真理啦 所以今天我們在得救的真理面前,我們是在前的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得到神所持的恩典啦 但是我們要能夠非常的堅定確認我們不要失去了這永生啊 那麼為了要做到這樣的事情,確認這樣的事情,我們必須要看重自己的信仰 我們要向神祷告,讓我們很確認的保守,保守我們真的領受到的真理 我們一起唱詩 一百五十首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